你好 欢迎收看4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系110年度家庭脱雇服务辅导团 实施计划启动典礼 25号上午在门诺医院 施贵兰礼拜堂举行 家庭脱雇服务是社区老人的脱劳所 简称叫做家脱 是一个以家的概念出发的社区型服务模式 由受过训练的家庭照顾者提供服务 除了可以照顾自己家人 也可以同时来照顾社区中 其他的长辈或者是生长者 现场徐中卫亲临典礼现场 为辅导团交打气 花联系110年度家庭脱雇服务辅导园 实施计划启动典礼 25号上午在门诺医院 施贵兰礼拜堂举办 家庭脱雇服务是社区老人的脱劳所 简称加脱 现在徐中卫亲临典礼现场 为辅导团交由打气 期盼能够为长者脱雇更加放心 现在徐中卫表示 花联县中市长者照顾以及长照服务 且花联县从102年开始 光复乡开办全县第一个长者家庭脱雇服务 据点 近年来陆续开办各长者照顾据点 让花联老大人们能够在家安心 舒适且家人放心的环境 更感谢门路医院与花联县政府吸手合作 从日照中心到照顾据点 为让有需要的人收到照顾 未来也会将整合盘点长期照顾资源 投注各个照顾据点 我想通常家多都是小朋友 而且都是因为家里有主要照顾者 有照顾者 然后看看周边有没有需求 然后把他们一起来照顾 而且其实这样的方式是很好的 在地人来照顾在地人 也了解周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 他的子女的 这些人脉这个状况都知道 所以这样在沟通的时候会更好沟通 110年辅导团队 由花联县政府委托台湾基督门诺医院 医疗财团法人门诺医院长照服务团队承办 门诺医院长照服务累积了多年的经验 透过院内跨团队整合以及协助 提升家庭托顾服务品质 以及均衡家庭托顾服务的资源 不见 记得周边关事不道